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是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的 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與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你好 大家好 袁醫生 最近報紙報道 有些不太開心的新聞 那就是一位楊剛少女 題目就是這樣說 因為情緒爆煲 而埋怨她父母 遺傳了濕疹給她 而導致自己自殺不但 還要把父母殺死 這個聽上去都是一個很不開心的消息 但是究竟濕疹的問題 是不是真的可以令到 一個人會突然要這樣去沉死 還要殺害父母等等 大家看看這個報道 因為很多報紙都很詳細說出來的 這是說過新屯門 屯門很多這些所謂倫理慘劇 三思倫理命案 其中那個疑空 那一位在彭靜瑜 在中文大學收睹護理系 原來她長然受了濕疹的困擾 導致情緒爆煲 她曾經在網上查詢 可不可以用害器自殺 基本上她埋怨 說這個濕疹是父母遺傳給她的 於是她在父母父親節的時候 趁睡屬中的父母 用刀殺了他們 然後自己用吸害器自殺 這種悲劇 當時她的原因就說 我這麼慘 搞到因為我這些濕疹 這些濕疹是因為你遺傳給我的 我不相信她父母是否真的有 即是說遺傳 她父母是否也有病 很多人有一種錯覺 經常以為這些病是遺傳病 其實是不是遺傳病 其實濕疹未必是遺傳病 以我們處理這麼多濕疹的病人裏面 很多時候都不是說有幾代都有 是的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看到 現在我們看到有時候 病人帶 都可能帶她的小朋友來 但都不覺得父母是有這些問題 所以她這樣說法 第一她都沒有好好交代 當然文中也說 這位女士在中學的時候 在傳聞讀Band 1 中三也獲了報館班長的助學金 一三年文貧智 其中有一科 有一套AA Plus 因此就進入了胡理學 但是在學校裏面 她也挺好的 也在上莊的宿舍裏面做鋼士 14年校園有個歌唱比賽 拿冠軍 你看到她在社交幅上 覺得也很好 但是在2015年3月開始 就沒有更新那方面的內容 原來2015年1月就直接沒有讀 離開學校 開始在網上討論 曾經說一下 是不是可以吸吸害器來注射 當然她為什麼有這樣的常識 因為她自己也是一個胡理學 所以她也明白這些害器 一般人就知道吸碳 一氧化碳等 結果她真的做了這個問題 她說 她說因為 因為雷固醇的副作用 導致紅皮症出黃水 除了死 什麼都做不到 除了等死 日常生活都沒有了 那麼 抑鬱到大動作 都會令到傷口燒施裂 我自己都病很多都是很慘的 即是她 有時候燒都不能燒 一燒 臉就烈 手呢 大動作 動作的手 手的皮已經乾硬了 是 因為雷固醇的副作用 令到皮膚破壞得很厲害 所以很多人都可以這樣說 是不斷被雷固醇的反彈 導致很多問題 不斷受苦受苦 那她就說 她說 濕疹生仔 什麼街 窮人生仔 即是 一生都要受苦 是不能改的 那她說 一家四口的街坊 就說 其實她兩個女兒都很乖 成績很好 一家都是雙主和和 從來沒有聽過 那個細女的皮膚病 或者心理的問題 即是很多時候 在外面的人 就不斷覺得她那個情況 到那個真的發作起來 就會不可收拾 即是不可收拾 那我都經常和大家 在我們的電台 分享最近一本書 這本書 《藥都不能吃了媽》 這本書 有一本日本的翻譯書 在日本是暢銷一百萬本 曾經在日本的亞馬遜 是拿五星級的那本書 我最近這很多集 都跟大家 不斷地來分享這本書的內容 當然 大家有機會 自己買這本書 自己好好的去了解 因為這本書裡面的資料 是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這麼多這些悲劇出現 為什麼這麼多人 那些病 一直都長期病患 搞不好 其實這個原因 這本書都解釋了 所以大家要健康的人 希望大家 真是自己進一步 做一些事情 學習多了這方面 好了 這個資料出來了 然後我們在 好像我在昨天 看到一份報紙 這個報章裡面 一篇文章 就是講那個原來 是講什麼呢 這個《成報》裡面 是 講香港皮膚醫生的缺乏 那香港皮膚醫生的缺乏程度 你猜不猜到 是 好像是很驚人的數字 來的 真的相對 相對於來說的時候 好像那個報章裡面那個報道 就是說 香港那個在政府醫院裡面 其實只有36名 36位是皮膚科的醫生 香港有7間醫院 每年要處理 有多達5萬宗新症的病人 所以可能表面上 很多人都覺得 皮膚的問題 例如剛才這個 不幸寧常慘劇 這個女生 可能她只是覺得 是皮膚上面表面的問題 沒有一些很急切性 不會導致於 危害你的生命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 沒有問題 那就等一下 等下 你看到這篇文章報道 原來香港的 現在那個政府衛生署的 公立醫院裡面的情況 就是全香港 即是7間醫院 只是36個 所謂的皮膚科 診所裡面的醫生 其中只有一半 是具備皮膚科專家的 其他那些是什麼呢 就是學著的 就是修讀著的 因為香港每年 有5萬個申請 如果輪至少要1至3年的時間 嗯 還有呢 她就再解釋 她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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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能夠處理得到 她說她其中呢 處理的皮膚病裡面 濕疹佔40% 嗯 嗯 OK 那接著呢 就是銀紹病 就是酸癌 牛皮癡 OK 那暗瘡啊 其他那些感染的那些 真菌感染 那因為皮膚病呢 多數都是慢性病 難以看三四次就斷尾了 是 她說三四次 其實就是 一世都未斷尾的 要不然呢 不會那麼多這樣的悲劇出現 是 就不會三四次斷尾 我給你十次啦 二十次 她也不會斷尾 是 那原來這裡還有一件事 很有趣呢 她說呢 那些 皮膚科的院長 說呢 她說呢 皮膚病除了身體不適之外 心理的影響 不足為人道 她說 尤其是那些 銀紹病呢 就是那個 牛尺線 那一份那個研究呢 她說銀紹病的病人呢 在健康方面的生活水平呢 是重多疾病之中呢 是評分最低 那是評分最低 甚至是比癌症病更加低 你猜不猜到 那她說呢 另外呢 是另外26.4% 銀紹病的病人裡面 有傾向於屈症 嗯 好了 是的 因為那個呢 很多時候呢 譬如說牛皮癡 我記得呢 很多年前 我初出入來 加入來 打工自然教育中心的時候 都有個病人呢 就是媽媽帶一個小朋友過來 一個女生過來 當時她應該是 十歲左右 她就還了那個 牛皮癡 她就屬於 好像是醬皮那種 她從來呢 她只是 躲下頭 躲在媽媽的後面 不敢伸手出來 什麼 因為她伸手出來 就看到那些皮膚 完全好像 一些醬皮那些 她的情緒那方面呢 是真的很大的壓力 好了 那你從這裡的 就是自己醫生 就是專科醫生的講 是不是 原來他的調查呢 原來很多的皮膚病的病人呢 是有傾向於抑鬱的 好了 那如果你想像一下 如果這些皮膚病的病人 一方面呢 用那些磊固醇 不斷地反彈反彈的問題 皮膚乾了 裂了 原來癢癢到死 又不見得人 社交沒有了 跟著情緒抑鬱 跟著她會有很大機會呢 會吃那些抗抑鬱藥 是 同大家呢 在我們這本書裏面呢 亦都解釋很多很多的自殺 他殺 都是因為這些抗抑鬱藥的副作用 所以 最近這三人的慘劇 最後呢 她有沒有抗抑鬱藥呢 是不是 這個報道都沒有講清楚 好了 那現在你繼續這篇文章去講 她說呢 很多時候呢 因為 那個 在政府醫院的專科門診部的醫生呢 是不夠的 一個上午呢 要三四十個病人去看症的 那你想想一下 一個醫生在一個上午要三四十個病人呢 她能夠做到什麼呢 除了派藥片之外 查藥膏之外 其實真的做不到的 是 那好了 她說很多時候呢 很多病人呢 因為未必找到皮膚科醫生 結果呢 就會去用一些內科醫生的 那當然呢 她也都懷疑了 很多內科醫生呢 未必是有足夠的經驗的 那原來原來香港現時呢 只是有兩位皮膚科顧問醫生 看管全港九 新界所有公營醫院 和門診的皮膚科的 她說呢 簡直呢 是國際的笑話 她說呢 應該呢 醫管區的七大聯網 最少每一個醫院呢 都要有一個皮膚科顧問醫生 那香港竟然是完全沒有的 她說過去呢 中文大學在過去十八年呢 都從來沒有聘用一個 全職的皮膚科醫生 作為教職員的 那她就反映 她說呢 當局呢 不願意放資源在皮膚科 令人遺憾 那她希望呢 政府呢 就撥多些資源呢 就可以將病人輪候的時間呢 是縮短到一年了 那她說呢 病患者 因為皮膚病自殺的悲劇 但絕對可以避免 那好了 那她認為她避免方法呢 啊 我們要多培訓一些皮膚科醫生 那你看到呢 其實很多病患者 她不是說看不到皮膚科醫生 如果她反而真的看不到皮膚科醫生呢 是沒有用這些 類固醇這些藥物呢 那很可能呢 真的那個問題就不會出現的 那其實大部分人呢 都是有機會看得到皮膚科醫生的 只不過說公家醫院那裡呢 要等很久了 是不是 那很多人就去私家去看 是是是 那好了 那 那 看到那個問題呢 其實香港的皮膚科醫生呢 不是說沒有人去讀 但是我知道她的培訓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肝位 都是不夠的 因為我自己有位侄子 那她也是剛剛醫科畢業 那她早期呢 那她早期呢 都是想去 申請做皮膚科醫生的 是 但是呢 她說她就是 考不到 那因為不夠位 那為什麼呢 其實很多人呢 很多醫生呢 都想做皮膚科的 但其實呢 不是真的想做皮膚科醫生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了 如果皮膚科醫生呢 醫治了百分之四十的皮膚科是什麼 是濕疹 然後二十幾%是牛皮屎 那你想想 這些這樣的病呢 其實 就是醫不醫得到呢 嗯 基本上是醫不到的 是是 是很無癮的 是是 這是萬性病 那在現時的所謂西用的方法呢 是醫不到的 是的 只是去制住 那好吧 那她這個疾仔跟我說 其實她就不是真的想做皮膚科醫生 她就想做美容科醫生 那樣 那原來很多人想做皮膚科醫生呢 目的不是最後做皮膚科醫生 是做美容的 嗯 那可以看到呢 所以呢 你再培訓多一點都沒有用的 是 因為大部分人呢 結果都不是做皮膚科醫生的 是 那但是問題在哪裡呢 嗯 大家 在過去最近 不斷地和大家呢 是 就是介紹這本 這本好書 這本書呢 就是一本日本的 作者寫的叫做 《藥都不來吃了嗎?》 《究竟你身體得到的治療或是傷害呢?》 《別樣藥品綁架你的健康》 《歷史上最完整的藥品安全報告》 那這本書呢 我們公司呢 就在所有病人呢 我都建議她看的 是 基本上我們就說呢 如果你想健康 要了解為什麼你的病人經常都解決不了呢 其實這本書就解釋完了 那這本書呢 我們也有一個課 有一個課 有一個 chapter呢 就是講那個 講那個 講那個 二位性皮炎的藥物而惡化的 是的 因為二位性皮炎的藥物而惡化 那就解釋到了 為什麼這麼多人呢 是有這些皮膚 就是二位性皮炎的問題呢 其實呢 是醫療醫器得醫不好的 好了 原來我要了解呢 其實現在的醫學界用的是什麼藥呢 是用二位性皮炎的 通常是什麼藥呢 有一種藥呢 叫做環普素 環普素 是用在現在最近 是被用在那個二位性皮炎的藥 環普素呢 是叫Psychosporine 其實呢 原來這個藥呢 是早期呢 是用在器官移植的免疫抑制劑的 那很多人呢 就是做了換肝啊 換神啊 是啊 以為很簡單啊 換了就沒事了 其實不是的 你換了之後 你一輩子就吃這些這樣的 很重的 抗排斥藥 抗排斥藥 那 它作用的是 防衛人體 與生俱來的免疫力 抑制造成 含養的組織案 那這個是正常的身體的 機制免疫的反應 那這個藥呢 是要抑制它的 為了令到你那個 移植的器官不要被排斥 那你就長期吃這些這樣的 那個環普素的 那這個當然呢 作用是這樣 好了 但是2008年1月的時候呢 初次呢 是被核准為治療二位性皮炎的溶藥 以前呢 就不是這樣用的 是用在一些所謂 器官移植的抑制排斥作用的 是 那麼它這樣呢 到2008年1月開始呢 就可以用在二位性皮炎了 但是呢 只是適用 以往治療效果不佳 強烈發炎 也就是導致 那個皮膚特 體表面面積 30%以上 這種重症難治癌的二位性皮炎 嗯 那就是說呢 不是普通的 是很嚴重的 其他治療搞不定的 那就可以用這種重症的皮膚炎了 那而其他不適用的重症呢 實質素是被禁止的 即不是這種那麼重症 是不禁止使用的 是的 那為什麼會禁止使用呢 很明顯呢 它的副作用是很厲害的 是 沒錯 好了 那在這本書裡的資料 它說到21世紀呢 十元仔的二位性皮炎呢 已經漸趨平穩了 即是已經穩定了 但是呢 成然的二位性皮炎呢 患者呢 是比1990年之前的 增加了兩倍以上 嗯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是 很明顯呢 這些是當年的 兒童的患者 現在變成大人 那現在疾病本身越來越嚴重呢 癌症就越來越難治療 那就是說呢 那就是說呢 所以那些的 他們所用的藥物呢 根本是醫治不到 然後還要將那個病情呢 惡化了 所以變成了呢 就是成年人的 就是以前的 以前是兒童的 現在變成成年了 都大概都還沒醫好 就是這樣簡單 所以就加了兩倍 都大概都還沒醫好 那這些可以看到呢 不是三、六、一次 是幾十年都還沒醫好 那好了 那大家都知道呢 那現在還沒用這個 那麼重藥之前呢 那以前的 用那個治療 這些濕疹 這些腰位性皮型呢 那標準的治療呢 是濾固醇外用的軟膏的脈 大家都知道 塗濾固醇 塗出來的嘛 是 那因為濾固醇呢 一樣都給了警覺很多副作用的 那就算你肯承受這副作用呢 但是也都 患者很多時候拿不到效果 仍然都是 癢養都很厲害的 那於是呢 就要搞 就以前開始呢 就改 比那個外用膏更嚴重的 內服的濾固醇 嗯 這樣就知道呢 體內服的濾固醇的副作用呢 是會更加更加豐富不堪的 嗯 那好了 自從了 用了這個之後呢 那臨床的實驗的話呢 他說一天服兩次 這個就是我重症的環保 環保數啊 他說連續一天服兩次 持續兩個星期之後呢 第一 嚴重度 第二 濕審範圍 第三 自覺症的可以得到明顯的改善 那麼 他說呢 不少按例呢 服用一兩天呢 就覺得完全不會行邏 哇 聽起來好像真的 好像真的有奇蹟妙藥出來 是啊 那如果所說是真的呢 那當然很正啦 但問題呢 越是藥物的效果越強呢 副作用就越大了 這個就是藥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的 好了 那這種的新藥呢 那被警告呢 要注意呢 有什麼問題呢 有腎功能會惡化 也都會有高血壓 會有感染的副作用的可能性 那腎功能惡化呢 這些藥物的毒藥呢 破壞到腎臟咯 那這些症狀出現了之後呢 那這些症狀出現了之後呢 醫生就會用對症的療法呢 是用一些腎臟的藥咯 鋼血壓的藥咯 抗生素的藥物咯 那 那患者本來已經是吃了一些鋁骨唇的了 然後又加了用一些這樣的 那種的環保素 那可以看到呢 就是很多人呢 被這些藥物呢 染沒了 前往地陸的地獄的遊行呢 就此開始了 嗯 好 那這一節的時間我們差不多了 一會兒我們回來 繼續回今天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濕疹倫常慘劇的真正原因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S 是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二節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今天我們的題目就是 濕疹倫常慘劇的真正原因 在上一節呢 原生在上一節呢 我們就聽到呢 都是說呢 因為原先本來是一些 異位性皮膚炎啊 即皮膚炎 即濕疹啊 或者油皮痴那些 令到不斷不斷這樣 用一些的嚴重 即更加副作用多的藥呢 令到身體的機能上面促進了 即增加了很多的破壞性 早前呢 我都看到有一位我們的客人呢 他都曾經說過 他說 他都是因為皮膚的問題 搞到之後呢 就要吃17種藥 來去判斷了 來去判斷了皮膚的問題 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 那在這本書裡面呢 若都不能吃了媽呢 那作者呢 也都提供了一些呢 就是他們在日本上面呢 簡單用一些治療的方法 譬如呢 可以呢 改食呢 是那個 原米 蔬菜之類的素食的習慣 減少一點的食量 都是吃六分飽到的啦 都是他很強調的 實踐那個笑容的健康法 即是說呢 其實我們保持衛生心那個愉快 經常笑呢 其實呢 都可以令到那個皮膚炎的患者 有九成的痊癒的 那也都可以呢 就是他之前出過的書 笑的免疫學呀 這些事情 或者是對付那個癢養的時候呢 最好的方法呢 在日本去呢 就是去浸溫泉呀 泡肉呀 用一些低氧化 還原電位的活性水呢 去滋潤一下皮膚 就是讓它們不要那麼乾的時候呢 來到呢 可以把那個癢養去減低 那其實呢 這個濕疹這個問題呢 在我們之前呢 《自然療法與你》 在第22集裡面呢 袁醫生呢 都很詳細解釋過呢 也都介紹過一些 是處理那個 那個 那個 濕疹那些問題的 大家呢 有興趣可以回去那邊 聽一下 看看那個情況 那這本書作者有說的 他說呢 他很奇怪啊 這些這樣的二位性皮炎的治療裡面呢 最不可思議的就是說呢 用了一個醫生呢 從來呢 都沒有對病人的飲食生活習慣呢 就是去了解 進而指導的 他說 二位性皮炎的最大的原因呢 是 吃砂糖多 肉類多 油脂 牛奶 以及過量飲食的偏食的習慣 還有很多時候呢 有充滿化學物質的那些病住宅 是 還有精神壓力呢 導致的交感神經緊張的 其實這些東西是主要的原因來的 但是從來呢 就沒有去做的 那我曾經所說的這些工具呢 其實呢 為什麼這麼簡單的工具呢 是很少人會去使用呢 其實很大的原因就是呢 當人早期有些問題的時候呢 他第一件事呢 就不是想這些原因的 這是真正的原因的 是 性脈敏感 我們過去在我們22集呢 大家可以聽話呢 都可以了解呢 其實呢 性脈敏感是配合一個 很主要的濕疹的原因 沒錯 那麼膝疹皮膚的問題呢 最容易食物的敏感導致呢 就是雞蛋了 嗯 雞蛋啊 牛奶啊 那其他那些呢 那些是那些煎沙熱度的食物 那當然生活的那個壓力的感覺 都很重要 還有環境的 周周環境的 那麼 那麼 很多人呢 就不是第一線呢 就先走這條路的 他第一線呢 就用一些 雷菇醇的藥膏去查的 那麼當然啦 雷菇醇藥膏呢 是早期呢 是很見效的 這個就是最危險的地方 沒錯 因為你早期一見效呢 那你就會繼續用咯 是的 但問題呢 你會發現呢 它藥氣一個呢 然後呢 皮膚就會再反彈 然後又再痕 那麼再痕 那怎麼辦呢 那就再塗 再重一點咯 那麼可以這樣掛呢 早期一段時間呢 你塗一下呢 都會有效 但你知道呢 那個雷菇醇呢 是會破壞你那個 嗯 裡面那個皮膚 那個 那個 那個蛋白質的質素的 那麼 令到你皮膚呢 是更加乾 更加薄 跟著呢 從來就是分裂的 好了 那麼到那個階段的時候呢 你要 你要再用這些飲食方法 解呢 是不足夠的 是不足夠的 因為你已經癢到發脾了 那麼你就斷食也好 有些人都會做的 有些病人 我們醫療過很多很多的 濕疹的病人 嗯 那麼很多時候呢 他們都試過用斷食啊 這樣 當然斷食也會幫的 但是很多時候呢 不可以長期斷食 是吧 那麼結果呢 他們都是呢 就是沒有辦法了 就是找我們幫忙了 那麼我們過去是 這個很多這些呢 我們的醫治方法呢 在第22日呢 是很久以前 就是很多延傳 都已經和大家介紹過了 好了 那麼至於那個雷菇醇那些 那些副作用的問題呢 我們呢 是最近呢 就錄了一集 就未出的 那麼呢 我希望呢 就在這一集之後呢 下一集呢 我們就會和大家 會放出這一集 那麼到時呢 你要看一下呢 這一集的名字 叫《雷菇醇藥池的地獄》 是 很講雷菇醇消炎藥啊 為什麼戒不了的無底深淵啊 就是解釋了 為什麼這些 異位性皮炎的治療藥呢 是那種反彈的意象 依賴性是這麼嚴重的 那麼希望呢 大家呢 就遇到了 就是聽到這一集的呢 聽到下一集呢 就了解到那個雷菇醇 為什麼這麼難 這麼難脫 那麼最後呢 我們都是介紹過呢 我們是用 第二十二集呢 也都介紹了 讓大家知道呢 是可以用自然醫療呢 是可以怎樣處理的方法的 那麼當然呢 我們經常和大家分享強調 現在我們做自然醫療呢 其實有 要克服很多重重的障礙 有五大障礙 第一大障礙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病本身 我們要去治療它 是不是 有很多病是慢性病的 那麼很多人呢 就有一種錯覺了 就要快用 要快了 這個香港人心態 這是第一 那麼第二的障礙呢 就是很多人呢 就用了一些藥 那藥的副作用 在現在我們的醫病裡面呢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病 都是慢性病 大部分我們處理的病呢 都是外面醫不到的病的 那麼所以通常呢 是被人吃了很多的藥 那藥的本身很多副作用 那麼我叫做藥原病 除了那個原病呢 原來那個病呢 跟著藥原病 藥物造出的病 第三種的障礙呢 就是過去錯誤的醫療 搞出的問題 叫醫原病 因為醫生搞出來的那些病 那麼這三個呢 還未夠 第四呢 就整個醫療制度呢 是偏袒的人呢 是逼他們去行西醫的 為什麼呢 政府醫院裡面呢 去看呢 大部分呢 百分之九十三是納稅人物給錢 可以說是免費的 看醫療呢 看我們呢 就有一個呢 就是一個金錢的那個障礙 就是我們很多病人都 都遇過這些情況的 想介紹一些人來看我們 是 那些人經常看到 要自己付錢的喔 保險沒有付喔 那其實很多保險公司都有包 那就是看你家公司 幫你買什麼保險 和自己買什麼保險 那麼很多時候呢 這個經濟的 這個制度的障礙 那最後那個障礙呢 就是一般人呢 對醫療的概念 是很多錯誤的觀點 他經常以為呢 西藥呢 很科學化 政府都很資助了 當然是正東西啦 他完全呢 不明白呢 西藥呢 是一種毒藥來的 毒藥呢 叫做生命的義物 生命的義物呢 是不可能令你會有健康的一天的 好了 那麼我們只能夠呢 在這方面呢 做多些教育 在這個節目裡面 還有呢 將一些好的書 譬如我們曾經不斷地介紹 要大家看這本書呢 叫做弱 然後 為什麽都不能吃嘛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我們遇到的 就是很多這方面的問題 好了 那講開呢 昨天呢 就有看到一份報紙 我都不太多看報紙的 那這份報紙呢 我也是有感 最近這個倫理的慘劇導致 那這位作者呢 我想應該是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議員 叫做邵家俊 那裡面呢 就說 他說 當然啦 屯門三思倫常產 我是很慘啦 那有女兒呢 是父親節 父親節殺了父母之後自殺 那樣 就說呢 飽受失診困擾多年 那事件的來量去脈有待調查 暫時不宜定論 那為呢 那輪常慘劇呢 四大沉重的大致呢 是近言屢見不善 到底我們城裏面的輪常慘劇 是做了些什麽呢 然後呢 這篇文章呢 就講很多很多這些的輪常慘 輪常慘的一大堆 他說呢 你去Google查一查呢 就會彈出一大堆 然後叫人不忍擠倒的新聞 2018年3月 婆婆殺孫案 一位婆婆殺了六歲大的 過度活躍的外孫 2017年10月 葵聰東倫常慘劇 男士不堪壓力 照顧的壓力 因為他照顧他的母親 殺了母親之後呢 自己就跳樓自盡 因為母親病了 是 2016年6月 葵聰 修基灣輪常慘劇 白聖的老翁 照顧患病 妻子心力交水 辣死了老伴 然後自己報案自首 2017年2月 皮膚病殺妻案 患皮膚病的男士 因為照顧患老退化的妻子不堪壓力 以皮帶勒死妻子 然後自己跳樓自殺 很多很多 不能盡路 不忍不借 這個就是 問題就是這樣 很多悲劇出現了 很多時候是不斷地出現了 有些什麼去做得到呢 我們經常都說 誓者已矣 來者可以追 希望從悲劇裡面學習 才是真正尊重生命的 但是我們要問 幸福何非必然呢 但是偏偏政府 就沒有什麼答案的 他就經常要靠政府的 重複重複 是成為我們的詛咒的 重複的悲劇 重複的歸恩 重複的反應 徐福重複的悲劇一樽都言多 這些慰問 這些所謂成立的 負責小總 跨總部門去研究 不像這些 但是最後的重複 就不理了之 直到另一間 倫常慘劇 重複發生 如果你問政府的官員 通常他們有一種 樣板的答案 這篇文章說 以張建宗司長回應 葵城東事務的慘劇為例 司長說 事件先帶出一個訊息 居家安老和社區的照顧服務 明顯需要加強 而政府也要預留資源 加強社區照顧服務之餘 也要增加軟縮縮委和日間照顧的名額 第一 第二 事件不足以說明政府支援不夠 因為有關家庭 從未申請過居家老人的服務 不過政府會吸水價份 第三 政府也要留意到 問題 或者由於照顧者得不到支援 無法減壓 因此會增加短暫的託宿服務 幫助照顧者的壓力 表面上 這篇文章說的 政府的回應非常得體 可以細心去看看 發言話中有話 第一 不承認政府服務有所不足 因為案中人沒有申請 沒有申請政府服務 這也是服務資源的訊息流通問題 或者索性是案中的人 是毀責妓醫 求助的動機低的個人問題 總之不存在服務不足 和服務質素的問題 第二 政府早有打算加強 長者照顧服務 因此這件事就引發了 全城的怒敲 政府聯網推出了補救措施 這個 也不代表政府純服於民意 政府的專型也要硬硬 第三 卑鄙的反應 政府即使有事可為 只屬於改進的空間 提出一系列的措施 例如照顧老人尊心 但不會通過檢討 黃論整個改善 所謂檢討檢討 經常都說檢討檢討 最大問題 整篇文章 除了指出問題 指出政府的不足之處 其實這位立法局社會福利界的議員 都沒有看到問題的根源 我們的聽眾 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感覺到問題的根源在哪裏 其實根本就 不是說人手不足 或者擴大服務範圍 根本就用錯了方法 由頭到尾都是 全部都是長期病患者 為何會長期病患者呢 這本書就解釋完了 我整天都重複說這本書出來 如果大家想健康 這本書是一百元港幣一本 叫做藥都不能吃 其實整個社會大部份的問題 資源的不斷縱緩 錢多多少都不夠 醫療的不斷地要日本 日本侵本 為什麼呢 我們根本最大的問題 我們是沒有醫療的選擇 香港是沒有醫療的選擇 香港只是被迫用一種 是非常之局限的 只是對那些 喘骨、流血不止 這方面的治療是有功效的 其實全部其他慢性病 是完全無效的 如果那些人被迫用一種 用一些無效的治療 病是長期都在那裏 長期病患 其實所有我們剛才所說的 什麼倫理悲劇 最終最終是 他們有人有病是醫不到 現代他所接觸的方法 醫不到他 但其實問題方法 有其他很有效的方法 是非常安全的方法 但大部份在社會制度之下 大部份都接觸不到 所以問題是很可惜 這位議員都是說不出 只是指出問題的現象 跟著政府是做不到事 問題根本就是 現在醫療的問題 是令到大部份的病 成為長期病患者 我們有世界上、地球上 有宇宙上 不斷有好的醫療方法 只不過在這個制度 是令到大家的人 是沒有機會用得到的 所以大家要自救 其實要靠自己 很明顯政府是幫不到的 其實很多這些天然的工具 其實很多是很便宜 很簡單的 我跟大家再分享一個 最近的事件 我有一個朋友 最近我聽聞他 急急要回去美國 因為他太太突然之間 有很嚴重的病 結果這位朋友 跟著我這班朋友 就沒有聽他的消息 因為他掛於要去照顧他太太的病 最近他回來香港 跟我說 我買了你的小凌晶 有些問題 或者我想拿回來維修一下 我一聽聽 我知道他很多人 買了小凌晶 就不太懂得用 其實他用得不對 我說沒有問題 馬上拿回來診所 拿回公司 我們會幫你維修 結果他就說 我想請你去吃飯 因為我經常都說很多字 要你的訊息給他知道 我說OK 沒問題 我們不如去吃飯 去三支吃飯 接著他就說OK 但我要遲些錢回答你 去晚飯 不一定要去晚飯 就是午飯 有沒有時間吃 原來他去醫院 他要去機場 接他的太太 還有他的兒子 是 我一想 他太太 生病到就快死了 是 所以他失蹤了 朋友圈也失蹤了 那這樣 不如再叫他們來吧 一起來吧 機場試過之後 就一起去吃飯 结果她就约到太太和她的儿子 我也都叫了我妹妹一起去吃 结果她就有机会听到发生了什么事 我都和大家不聊 原来她的太太前几个月,半年左右之前 突然间就在街上暈了 当然,暈了这么久就在医院 在医院初期一查询,她是有肝癌 结果她就立刻觉得肝癌 怎算好呢? 她接着去三藩市有两家主要大医院 接着警察发现好像不是肝癌 只是很严重的肝炎 因为她有B型的肝癌 很严重的肝炎 但也要做肝脏移植的手术 即是她也做不到的 就要用肝脏移植的手术 要排期 幸好她年纪又不是很大 年纪大可能也不会帮她做 有很多条件要符合 唯有等肝脏移植的手术 期间,我的朋友就开始研究多些 在网上找资料 因为我过去和她灌输很多这些治疗资料 原来她在日本也代理了一种产品 叫做有机者 有机者 有机者是早年一位日本的地质学家 自己是有喉癌的 用了有机者控制得很好 我曾经十几年前 我们也去东京探讨她的证所 这位朋友结果在日本 就代理了有机者 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但当时我在想 为什么她的太太不用这些 有问题 结果在网上看到有关什么 她的太太的问题就一直好 一直好 好到最后 医院就说 其实她都不用做肝脏移植的手术 不过你做什么也好 你继续做得了 不过你不用告诉她 你做什么 他们不想知道 他们不想知道 很明显 她有一种很简单的自然工具 如果西医知道了之后 她很惨 她知道这一个自然的方法 但她不可以告诉病人知道 因为如果她说这些方法 给病人知道 她会被除牌 大家要了解现在整个医疗局势 是很离谱的 明明一个医生知道 那种方法 但不是西弱那种方法 她说给她用了之后 她有被除牌的风险 所以她宁愿不知道 你不要说给她 良心比较好 也会反映当初她们的错误的诊断 其实她没有错误 她都说的 她早期以为是肝牙 但不是肝牙 这个诊断是没有错的 是肝炎的了 是很严重的肝炎的了 但结果呢 我朋友就有一种 又便宜又简单的 生薯仔的方法 将她太太的严重肝炎 完全治好 然后她们就来香港 然后去欧洲玩 即是叫做死女逃生 死过发散 很珍惜家庭的全聚 你想一下 大家可否想象得到 既然地球上 无数简单有效的方法 我们天天就不相信 如果大家有宗教信仰 应该相信神 什么都给我们 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我们的身体 好像这本书所说 我们有八种 有一百个医生在看我们 那么简单 只用生薯仔汁 便医好她的病 所以要大家了解 现在人们的大部分病 都是我曾经所说的原因 本身的病不懂得医 那些用药的副作用 创用医疗 然后整个医疗制度 是让你以为 那种政府资助的那些 是科学的最有效的 其实那些是完全没有效的 是所谓科学 这本书的解释 很多是假科学 都是做出来的科研 其实我们这些人 是不需要病的 什么叫遗传病 是多余的 就算是遗传 百分之十五左右 真真正正的病 在后天是百分之六十 是我们的生活方法 是我们的饮食方法 以及我们的医疗方法 能够找到正确的医疗方法 所以这个方法 在断骨流血 不止撞到烂 是必要的 是需要的 但是呢 对大部分的一般人 那些慢性病 普通的急性病 是不用搞 是有上帝天然的工具 OK 那现在有一件事 大家开始都知道 在很多国家 包括加拿大在内 那大麻就快被全面合法化了 那到加拿大 应该到十月多 十月四日左右 就全部是可以合法化 就是不只是医学用途合法化 是全面合法化的 那我很久以前 在我们的MJ13 大家有机会上网 去另外一个电台 那我就有一辑 是讲两个小时 是讲那个大麻油 为什么大麻被打压的真相 其实大麻呢 是能以百病的 OK 所以大麻一下快 整个医疗的王国 就会受到很大的威胁 但是呢 大家都要记住 你是要为你自己健康的嘛 你不是要为医疗界能够找到食 而牺牲自己的嘛 OK 好 好 今天多谢了 袁医生 帮我们分享了 这么多的宝贵的资料 我们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会诊 电话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吻回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的了 好 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